嗨 大家好 我是蹦妈 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忙啊 自家人吃饭都是凑合着来 真是那句话呀 种了别人的田慌了自家的地 好妈妈人设崩塌 这怎么可以呢 我需要重塑好妈妈的角色 今天是周末 给家人做顿像样的午餐 虽说呢已经历秋了 但是依旧感觉很热 下厨房开火呢 对于主妇来说呢 确实是个考验 蹦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几道菜呢 少油烟 简单快手 一学就会 端上桌呀 既有颜值又美味 好了 跟着帮妈一起学做菜了 洗干净的虾 剪掉虾须虾腔和虾饺 这又是虾又是花甲 没错 今天来做一道海鲜大餐 拿一根牙签 从虾的背部穿过去 用牙签轻轻挑出虾线 用刀子把虾的背部切开 这样更入味 加上料酒 盐 白胡椒粉 生姜片 腌制10分钟 咬咬牙剁剁脚 35块钱一斤的五花肉 买了 切成片 把红萝卜擦细丝 装盘备用 清红椒切块装盘 红辣椒切圈 吃海鲜 少不了的就是大蒜 拍扁 切碎末 开始今天的第一道菜 煎五花肉 做法简单 学会了不用再去吃 韩餐里的五花肉了 把五花肉摆到烤盘上 我发现切肉永远是我的短板 如果能再切薄一点就更好了 五花肉煎至一面上色之后翻面 接下来调制刷肉酱的配料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料酒 少许白糖 少许盐 料汁就调好了 五花肉煎至出油 焦黄 刷上酱料 这一盘五花肉 估计食物动物已经按捺不住了 五花肉经过油煎 吃起来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撒上烧烤料和芝麻 锅里油热 把蒜末和辣椒段倒下去炒香 炒至蒜末微微发黄 倒上生抽 蚝油 蚝油可以多来一点点提鲜 一勺白糖 倒上蒜蓉辣酱 蒜香味更浓 小半瓦的清水 蒜蓉辣酱就调制好了 出锅 如果您家里没有这个锅呢 您可以换成烤盘 或蒸锅也是可以做这道美食的 把娃娃菜 马放在锅底 把泡好的粉丝放上去 把金针菇也放上去 最近天还是有点热啊 天热水分流失多 金针菇有缓解骨骼疲劳的作用 可以适当多吃一些 吐过沙的花甲摆上去 花甲肉鲜味美 观念价格还很便宜 买了这么多才十块钱 最后浇上蒜蓉酱汁 这道菜的做法虽然很简单 但营养全面 含钙量高 十月份的花甲很便宜 宝妈们可以做给孩子们吃 辣椒可以少放一点 这道菜呢 深受我们家两件行的喜欢 开启蒸煮键 十分钟 再来炒一份 白玉菇炒鸡蛋 把鸡蛋先炒散 白玉菇下锅焯水 这一步的作用是为了 去除菌菇类自带的草腥味 焯过水的口感呢 更加的鲜嫩 焯水一分钟后捞出 白玉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 吃起来还有一点点 这个螃蟹的鲜美 所以有的地方呢 也叫蟹胃菇 把青红椒木耳 倒下去翻炒 最后放白玉菇和鸡蛋 加盐 和一点点蚝油调味 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简单一炒就能上桌 银儿我们一般都是 用来炖汤比较多哈 软软糯糯的美容养颜 那今天呢 邦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凉拌银耳 那凉拌出来的银耳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大家可以先脑补一下 水开把银耳和红萝卜丝都倒下去 焯水 时间不易过长 银耳捞出过凉水 过凉水可以保持它的脆感 沥干水分 装盘 切一点香菜 调味 加生抽 盐 白醋 白糖 一点点的蒜末 热油 泼熟蒜末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道简单快手小菜就做好了 口感吃起来呢是脆脆的 特别的清爽 小宝说要喝玉米汁 蹦爸屁颠的就跑去买玉米了 你说你不偏老二谁信呢 反正我是不信 剥好的玉米粒 倒进破壁机 再倒上一盒牛奶 一碗水 水量随意 加的多呢就奶味就淡一点 玉米汁要好喝 再来一小碗米饭 打出来的玉米汁 喝着粘糯 也可以换成小米或大米 听着咕嘟咕嘟的声音 海鲜锅出锅了 今天做的这道菜呢 颜值高还特实惠 50块钱做一大锅 今天的午餐 是不是特别简单的 还不费事 不到一个小时搞定了 现在是12点 我们要开饭了 喜欢蹦妈的分享 就请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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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